你要想把一个孩子带好靠不去什么 带孩子绝对不是靠着你指责 批评 盯着他 对他写作业 这种方法只会使得孩子越来越抓狂 然后越来越无助 对孩子来讲是最危险的一件事 往十年 二十年以后看 你会发现给这些孩子内心所造成的伤害 和他给的内驱地的损伤 是无法计算的代价 所以他没有成为一个有自驱力的孩子 你要想把一个孩子带好 唯一的办法是 怎么样让一个孩子能够产生内驱力 产生自律的能力 这个我认为对所有的家庭都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不知道自己需要学习 你再强迫他学习都没用 他学完就忘了 他学完就不喜欢学习 甚至他考上了大学以后不学习 那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你要想真的理解说 怎么样让一个孩子能够拥有自控力 这本书着重地推荐给大家 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 叫做自驱行长长 我教我儿子整个从头到尾就用了这里面的方法 我们家从来没有人辅导他写作业 也没有人给他请什么一对一的辅导 让他报各种各样的班 成绩还老那么高 你说气人不好 如果你真的能够把一个孩子的潜力激发成 你让一个孩子热爱他自己的生命 他为自己负责 就備这个人 找来 危险